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圆一个理想跟梦想 做半农半农的新农民生活 在新竹香山长居三十多年的李文全博士 有建于农村青年人口外移 想要把青年带回自己的社区跟农村 希望透过自己成立的一座科技示范性农场 来吸引青年返乡 共创农村发展新契机 建置一个今天大家看到的希望农场 让新农民 就是年轻的农民要踏入农业 还是说介于五十岁以上的中壮农要踏入农业 他们都会对农业有更具体 然后更我们讲说更实际的一个行动 李博士未来推行农耕远距控制和智慧化 希望在农作经营上能够进一步省工省力 以及增进农民收益 发展在地新农业 建设新农村的策略是 把东西卖出去 不如把人带进来 更进一步让人住下来 希望农场秉持着协速推动农业重新定位的理念 让家乡成为南乡山农业大健康园区 台北的大屯山上在地小农种植咖啡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为了让更多地方民众认识这项特产 特别举办了咖啡相关的体验课程 让民众亲自体验感受大屯山咖啡的香醇 文化大学为学分课程与北投在地咖啡校农合作 推出食农创生痘痘的魔法实验室课程 从咖啡的生长 收获 淘洗 烘焙到研磨 藉由学生与当地居民共同参与制作 奉使大学社会责任扶持在地社区迈向自主共融 结合课程与地方需求 培育学生在地认同 并为社区注入今年创意火税 其实会来种咖啡 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咖啡园 它的咖啡数数已经二十几年了 2003年就种植了 大部分的农民种植的农作物 都是以自己制作为主 发现很多的进口的咖啡 他们的咖啡产区都是在有火山地址的地方 我们北投有大屯山 是火火山 本次课程邀请当地居民一同参与 希望在鼓励学生成为食农讲师的同时 也能培养当地居民了解食农的重要性 让课程发挥最大价值 亲手去做那个感觉不一样 有些体验 我们从小在这里长大 这块土地它孕育着我们 我们对它有没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一杯咖啡 了解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环境 你可以跟大家侃侃而谈 我这个伸展的地方 我的家乡是怎样怎样 而且是可以值得让你骄傲的 创造社会贡献并非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返乡深入感受土地的生命价值 以家乡为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